我在禅修的时候 静坐的时候 当身心全部放空的时候 我会默然的会恐惧 那个我消失以后 我会马上就把自己醒过来 回到现实当中来 因为不知道无我是什么样的情况 也有一点就怕这个我会消失掉 怎么样 就是说我还不愿意做到无我 对 对 一般人很正常的情况 所以这是因为对生命实相还不够了解 对法界对大自然还不够了解 所以我刚才讲 一开始讲信任 还不敢全然放 是因为我们的了解 习惯活在自我的世界 习惯活在跟大自然好像冷漠 没有很大关系的世界 这是因为过去的习惯 没关系接受它了解 但要知道就是 如果我们没有调整过来的话 我们没有提升上来 我们就是会活在一种孤零零的状态 活在那个保护自我 然后自我又跟大自然又隔离的情况 怕无我 所以多鼓励自己 信任自己的生命 把信任 把生命放开 把身心放开 让自己逐渐地体会到 我们的生命就是天地父母之子 当我们信任 把生命放开 把自我放开 这个就是让我们生命 回归天地父母的怀抱 前面是因为不了解 所以不信任 而不敢放 当我们理解之后 你敢放 你就会体会到 练习的去信任 练习的去放 你就会感觉到 那是很放松 很舒服 很温馨 只是因为还不习惯 所以这个就是慢慢地去练习 你越理解越深 你就越能够放开 我知道要去除自我 是非常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到了无我 我也觉得不容易 做到无我的时候 也非常不容易 因为众生不了解 不了解像空海师父这样的 无我的 还有很多善知识 就是解脱道者 众生都对他们不了解 我觉得如果是到了那个程度 我也不愿意做到像阿罗汉这样的 我是非常信任大自然 我也喜欢跟大自然接触 喜欢在大自然当中 体会跟大自然一体 我就是这个信念打不开 我就是还没有 不想当阿罗汉 不想正到无我的这个境界 所以这是因为一般人对生命实相不了解 他没有真正去对比到 有自我他的运作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 无自我他运作之后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 一般人不了解 不清楚 所以才会有所顾虑 才会怕 才会要巩固 我在讲道德经妙节 这个课程里面有提到 人生妙数学 人生妙数学 来 这方面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因为一般人为什么他放不开 就是因为不了解 一般人被灌输的观念就是 你要强化自我 你要越强势越厉害 你不可以输在旗袍 不可以输在旗袍点 你要赢别人 你要出人头地 你要成为人上人 我们一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 就是你要不断的越来越厉害 学习成绩也越好 做事也很能干 样样要赢别人 这样你才会被肯定 所以我们一般人习惯的 被灌输的观念 是这样 这是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 集体意识的一个问题 不是某个国家 某个民族的问题 而是一个 这是全世界集体意识的问题 因为这一种 不正确的观念 不正确的做法 被这个地球的人类认为 那是正确的观念 就是用错误的方程式 在运作 这是这个地球 现在集体意识的 一个问题之一 好 我们说要心灵净化 心灵成长 就是要把那些错误的观念 逐渐的找出来 然后加以净化 加以超越 也就是从小我的世界 逐渐脱渴出来 然后能够来到 心量越宽大 越广大 来到没有那些二元对立 来到 看到每个人 就像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越淡化自我 我们的冲突对立就越少 当我们越淡化自我 我们的幸福喜悦就会越多 当我们淡化自私自利之心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所以一般人因为 没有去对比到 原来放下那个自我 是多么的神圣 多么的舒服 多么的好 他没有去对比到 没有去认清到 所以才会怕 人会怕就是因为 对那个领域不了解 你了解之后 你就会觉得 原来这个才是正确的 这个才是能够让我们 真正的幸福 这个才是能够让我们 真正的开心 真正的安心 比如说 好 我前面有讲到说生病 一般人被灌输的观念就是 你就是要看医生 要打针 然后要吃药 一般人被灌输的就是 你要依赖这些药 依赖医生 如果现在跟你讲说 你要练习着把药放下 练习着不要抓取医生 不要依赖医生 你要相信你的生命 有治愈能力 你要相信大自然 有治愈能力 很多人 他觉得好像有道理 但是 不敢 去 尝试 因为他对那个领域不了解 但是如果你慢慢的 把心量打开 慢慢的去听闻那些 他们真的这样去做的人 他们 越来越喜悦 越快乐 真的把一些重大疾病都化解了 都康复了 你收集的资讯越多之后 你就越来越信任 原来 以前我认为 一定要靠药物 要终生 终生吃药 原来这个是 有问题的 能够有这样的 别人有这样的经验 有这样的经历 你过来人可以告诉我们 真的可以放下 可以超越 而且身体又能够恢复健康 当你了解之后 你就会 乐于这样 去尝试 乐于这样去突破 所以这是因为理解的问题 没关系 接受自己现在的情况 但勉励自己 要迈向更高的层次 我在讲《道德经妙节》里面 有提到 数学公式 我们那个数学公式 里面 我们一般你国小的就会了 上面是分子 下面是分母 我在讲课里面有提到 上面 称为分子 事实上是不对 称为分母 事实上这个名称 这样是不正确 变成好像是 上面是子 下面是母 这样是不对 正确而言 上面是法界大自然 我用人生妙哲学里面 就把这个用出来 上面是法界大自然 下面 这个是我们这个 个体小我的生命 分母 代表就是我们小我个体的生命 来 这个数学公式 上面的数目字 比如说 好了 我们不用讲说多少了 反正上面就是21 这样一个数目字 21 这样一个数目字 因为你不管他多少 管他三七二十一 上面不用管他多少 我们就设定个21 那下边的分母呢 下边的分母代表你我他 自我越厉害 就是下边的分母 这个数目字就越大 你一直强化自我 要让自己越来越行越厉害 具备18般无意 好 你下边 你自我越厉害 就是让这个分母的数目字 越多越大 一般都只有看到 我要的这个分母的数字 越大 他看不到上面 看不到上面这个法界 大自然的奥妙 所以当他一直不断在强化自我 抓取自我 巩固自我 这个分母的数目越大 那他的人生运作出来 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越小 所得越少 如果你把那个自我膨胀到无限 也就是非常的自负 刚愎自傲 像这样 就是把那个父母膨胀到很大 父母越大越大 到后面算出来的就是 接近于灵 什么也得不到 一场梦 一场空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生命实相之后 原来我让这个分母 也就是让这个小我 不是否定自己的生命 而是让我们懂得淡化这个小我 淡化这个自我 淡化自私自利之心 我们逐渐的淡化的过程 就是让这个分母的数字 逐渐的缩小 缩小 缩小 你那个自私自我的心态 越淡薄 就是让这个分母的数字 越来越缩小 到我们这个分母的数字 当他越小算出来的 后面的人生的结果会怎么样 就越来越大 分母数目越小 也就是越 没有自私自利之心 没有那些 也就是逐渐的淡化 淡化这个自我 自私自利之心越来越少 利他之心越来越多 无我的心越来越高 像这样的话 就是下面这个分母数字越小 就是自我越淡化了 自我意识越薄弱越小 好 后面算出来的 你的人生运算出来的 这个成果结果 就越大 来 刚才他说 很怕无我 如果这个自我消失之后 那 这样 我不是吃亏吗 这样我不晓得要死到哪里去 这样我不晓得要 我后 后面 日子怎么过 无我 我日子怎么过 来 大家好 体会 如果能够 逐渐的淡化 淡化 这个淡化 不是否定生命 不是矮化 丑化生命 不是这个 所以你要有正确观念之后 你才会知道 什么叫做淡化自我 当你越淡化淡化 这个自我意识 它就越淡薄 淡薄到后面 好 你有一天 如果你真的能够来到 无我 无我的世界 无我的境界 如果你 这个不是头脑之间 你真的得行做出 是无我 你体会到无我 你也做到无我无私 这个无我的境界 就是这个分母 下面这个分母 来到了灵的情况 来 大家好 体会 佛陀讲的无我 老子讲的无为 都是让这个分母的数字 来到灵的情况 没有那些自我意识 没有那些傲慢 没有那些自卑 这时候分母是一个零的情况 那你上面数目字 不管是多少 你运算出来的 结果就怎么样 是怎么样 无限 分母是零 你后面运算出来的成果就无限 你们有学过数学 是不是如果 那个分母是零的时候 后面就是无限 大家好去体会 很多人很怕无我 怕自我消融 怕吃亏 一直那个自我意识 都怕吃亏 一直要保护 你越自私 为自己越贪图 个人的享受 你的人生后面的结果就是越少了 因为你没有在真正在做 利他的事情 就没有在积功雷德 你没有积功雷德 你想到的都只是自己的吃喝玩乐 自己的享受 你的福报 就会一直耗尽 因为没有实际去做利他的事情 因为怕吃亏 怕奉献付出 所以没有基因德 所以你在这个世间 就会渐渐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然后慢慢的 你的生命呢 就会逐渐的萎缩 萎缩 到后面 就是什么也得不到 如果你是真的体会到 原来我们的生命意义 是这么样的神圣 那你放下了那个自我 没有自私自利之心 没有那些自卑 没有那些我慢 一般人真的要克服这个我慢 很不容易 总是怕别人赢我们 所以总是要去主宰 总是要显现 我比别人高 我比别人强势 我要比别人行 比别人能 那个都是要巩固自我 所以那个跟无我的方向 是背道而耻 如果能够体会到 原来无我是这么样的神圣 我们没有自我意识的时候 没有自私自利之心的时候 你的心才会真的全部的打开 你的心所想的就是利益众生 没有自私自利之心 没有欺骗之心 没有勾心斗角之心 没有那些排他性 这时候你呈现出来的 就会真正做出利益众生 利益后代子孙的 所谓的因德德行 当一个人能够来到真正无我无事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会成为真正在做利益 天下昌生的事 这时候你才会来到 不管你做什么 都是在积功雷德 都是在造福人类 这时候你的生命就与天地同在 与日月同灰 你不为自己 你的生命就会成为无限的可能 所以运算出来 后面的答案 父母是灵的时候 灵就是无我无私 父母是灵的时候 上面不管他数目多少 二十一也好 一百也好 或是一也好 只要父母是灵 无我无私 他后面算出来的 答案就是 什么 无限 为什么释迦牟尼的生命 两千五百多年后 很多人还在感恩他 跟他看起学习 他们的生命是无限的存在 老子也是一样 孔子也是一样 耶稣也是一样 他们能够成为古今圣贤 不是自私自利 你呈现那种我是我能 我慢 争强斗胜 去争出来的 不是 所以大家要好好体会 什么叫做无我无私的奥妙 什么叫做把自我消融之后 来到无我的奥妙 你真正深入体会之后 你才会了解生命的实相 了解生命的奥妙 那你才会真的 心甘情愿的淡化我们 我们那个自我淡化自私自利之心 我们的信量各方面就会逐渐的打开 没有所谓的吃亏的事情 再来所作所为都是在利他利益众生 大家好去参入 也许你能够在一起的 道法自然禅秀里面 你的生命就会具体的蜕变 不是头脑的之鉴 而是要酝酿 真的让我们的心境 进化 提升 蜕变 让生命蜕变 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 可能 祝福大家